黎小田 一生都跟演藝及音樂創作 結下不解緣 除了擁有自己的作品 相信最令小田哥感到驕傲的 肯定是一番由他親手發掘 色深栽培 不斷閃耀樂壇的超級巨星 小田哥很小就展示到他的演藝天分 如果他專注在電影界演出 看來也會有另一番成就 說起來, 我很小就入行 我五歲就入行 因為我父親也是電影界作曲 他們拍了一部電影叫《移類經》 需要很多小孩子 他叫我去試試, 終於就拍了 他送了一輛車給我 或者一輛車, 我就失身娛樂圈 那時候我拍戲沒有阻礙學業 因為我爺爺很嚴重, 一定要我來讀書 爸爸也不敢反對 而且我不是拍很多電影 我從五歲到十五歲左右去了英國讀書 所以那段時間之內我大概拍了四十多部電影 其實不是太多 因為那時候十多天是一部電影 你幹什麼嚇人? 你幹什麼嚇人? 你們幹什麼嚇人? 我叫你不要出來… 小時候就懂得兼顧工作和學業 很厲害 幸好我一直都有讀書 如果不是, 今天也不知道幹什麼好 度過了精彩又繁忙的童星階段 小田在七十年代 就踏入另一段光輝演藝之路 為一幕幕戲劇創作出經典樂章 大夫, 現在這個漂亮嗎? 當然漂亮, 爸爸這麼小就買了 小的有什麼東西, 一會買就買得很大的 買大的?過二人才會的 不是, 兩個不就兩個四老子 這幾個就等頭包來吧 你買這麼多東西?發財嗎? 你以為我一輩子窮嗎? 第一屆新秀歌唱大賽 你有黎小田先生 還有黎小田先生 還有華星娛樂有限公司的音樂總監 黎小田先生 1982年 小田哥擔任華星娛樂有限公司 音樂總監 構思並主辦新秀歌唱大賽 為擴展音樂版圖 踏出最關鍵一步 新秀歌唱比賽 可以說是無線和華星對香港流行曲 一個大貢獻 這麼成功的節目 我們怎麼可以錯過? 新秀歌唱大賽你一定要看 幾年新秀歌唱大賽過後 小田哥發現成功爆出的新聲 也具備一項特質 我覺得有一道好 就是這次每個新秀 都有自己一種很獨特的風格 甚至他唱張學榮的歌 唱女方的歌 或者唱張學友的歌 跟他們有點不同 他不是學足他們 或者我們一向經常跟新秀說 最重要是有自己的風格 Michael,我知道當年 可以說你一手籌辦 新秀歌唱比賽 當年你一看見 是否覺得他很銳利 我記得當時是1982年 他在另一個地方唱歌的時候 我看過他 之前已經看過他 我叫他去參加新秀 原來你鼓勵他去參加新秀歌唱比賽 他最初就說我害怕 我帶姐姐來可以嗎 我說可以…一起來 是否當時已經覺得 這是冠軍人馬可以打造成為明星 對,我最記得黃毯說 十年之後也找不到這個人 我們就全力去做這件事 首屆新秀歌唱大賽 就出了一位超級樂壇天后梅艷芳 最紅、最厲害的新秀冠軍 灰姐當之無愧 Michael,不如你和妹妹合作的趣事 或者你覺得他的印象 我最記得是七年前參加新秀的時候 我第一眼看到他 我覺得這個女生很酷 七年前已經很酷 他的眼神,我覺得他就是這樣 我記得他得獎後 我們有個雞尾酒 我記得跟她說梅小姐 我很喜歡你的眼神 很倔強的眼神 你被人打背部、打胸部 打胸部也好 你如果要哭,也不要哭出來 你把眼睛在那裡滾滾滾 我覺得很有風格 我對黎小姐什麼敢說? 我什麼好說的 她是我恩師 我參加新秀的時候 我記得我參加面試 面試要被他叮到台上 她第一句問我 你問我唱了多少年歌 我說十幾年了 她當時說什麼? 那樣子 我就很惡然 因為她看我樣子不太老 我很喜歡 不過她她的意思 賣光 一再集她的意思 我 Filipino 美女她會送禮物給別人 我不美,她又不送給我 不過她很疼我,譬如我有什麼事 如果幫忙,她一定是第一個幫我 所以跟她一起很開心 就像我的乾爹那樣 我知道Michael,你一向很努力栽培新手 這麼多戒以來 不少新手都是你栽培出來 其實你用什麼方法去灌溉? 其實主要都是靠她自己努力 我們只是給她一個階段 只是給她一條路,她應該怎麼走 乾爹妹,鄭秀文,恭喜你 而另一位女歌手 同樣由參加新手開始 踏上成為樂壇天后之路 黎小田先生,我真的看著我入行 因為我記得我在新手的時候 去面試 面試 黎小田先生就是負責丁丁的那批人 你可否說當時的情況 好 當時見到一個小小寶貝的美女 我問她為何你的音好像不太棒 即是說話的音,發音 對 原來她是潮州人 我是潮州人,我就這樣回答你 對,想著小小音 我也覺得她很好 好,終於拿了第三,有眼光 當然 不過我的潮州人 都依然在這裡,依然保留 你的聲音,用詞 仍然將你教示 縱使隔壁 長日子不敢戀意 而言良了我從未變過 像最錯 乾一杯乾一杯公足友誼 一太子一太子不可再終止 明日你我雪水會時 來日世界到了春時 你我到了春時 兩心也同則似 乾一杯乾一杯公足友誼 一太子一太子不可再終止 明日你我雪水會時 彼此心思心意 即使不講到三次 謝謝Michael,謝謝